看过没练过,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爵 其实一开始我以为 这个滑手和换气的配合 是不需要去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练了身体轮流出水面 波动游,轻松叠,单滑手 这几个技能都练好了 再加上滑手 那换气还是个事儿吗? 但是不断的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还真是个事 有点困难 那就来好好讲一讲 之前陆地上的滑手练习里面 提到过滑手和换气的配合 在这个配合中 同学们注意好两个点 第一,头在水中开始抬 往前上方走的时候 手就开始滑 这里如果手滑早了 就会是这个样子 只往前,而不是往前上方 就导致脑袋出水面不顺利 那如果手滑完了呢? 像这样,后脑勺贴着水面了 手再开始动 这就跟之前说过的那个干拔一样了 没有一点运用到逛性的迹象 所以抬头开始往前上方走的时候 就要开始滑手了 这个手脑配合的节奏点 一定要注意好 练好它 那第二点 手出水面的时候 脑袋一定是已经经历了波峰 开始往前下方拖骨去的时候 这点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 千万不要手出水面的时候 脑袋还使劲的往上拔 这样子一是因为接力了 所以很难做到下半身轮流出水面 游起来这个屁股总是在水深30厘米的位置 二是很难做到脑袋先入水 手再入水 很大概率会手和脑袋一起入水 甚至是手先入水 这样子动作容易进一步卡顿 那就不行 好,那在水中怎么个练习呢? 诶,刚刚也讲了 先是建议把前面的步骤都练手练 特别是路上换气和滑手的模仿练习 水中的单滑手和轻松叠 是吧,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基础在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频率超慢的轻松叠里面 去练这两个点 脑袋先入水 然后手入水的时候打一次腿 屁股一拱 上半身往前下方压一下 调整方向对着前面去 在这个阶段我们漂浮的时间可以长一点点 动作做慢一点 去找好脑袋开始往前上方走的这个点 开始去滑手 这里注意好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我们滑手的方向啊 往后下方一点点去 这样子脑袋带着身体才好往前上方走 第二呢,脑袋不要一直往前上方走 嘴巴、下巴、出了水面、吸了气 马上调整前进方向 精力拨风,赶紧往波谷走 然后感觉这个练习有点困难的同学呢 可以带滑袋掌,也可以带脚谱 但是带上之后啊 我们这个练习的目的要明确 我知道有的同学他人来疯啊 一带上这个感觉自己能起飞 就做死的这样起飞 回头爽了,累了,东西一摘 顿着又打回原形 还是换气很艰难 我们练习的主要目的是 找准换气和滑手的两个配合点 保持轻松叠慢频率的模式去练习 那各位同学们 这个视频内容只讲 哎呀,老师,老师,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视频只讲了轻松叠慢频率模式下的滑手和换气怎么搞 那如果我要搞连贯的叠涌呢 怎么做 是这样的 轻松叠模式下 我们能够换好气了 那在连贯叠涌的模式下 换气它就不是个问题 因为那两个配合点总在那里吧 拨分拨骨 它又不会变,是吧 哎,老师,那叠涌怎么才能连贯起来呢 换心 下个视频我会讲 好吧 那这个视频的那些内容 同学们练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去看一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